医疗无国界 而中西合疗能够跨越传统分工 有效的整合医疗资源 为病患创造最有利的医疗照顾 今年花蓮慈悸医院就收治了一名 初血性脑中风的患者 在中西洗手照顾的状况下 不但大幅恢复生活治理能力 更能够独自从台南北上至花蓮就医 生活复原的情形可以说是非常的良好 今天中西怎么说单元 就要带大家来深入了解这个案例 今年五十多岁的郭先生 因为没有渐渐的习惯 不知道自己身体已经出状况 没想到今年二月发生初血性脑中风 当初就是病发的当下 当天就整个脑袋就天旋地转 然后他不由致死的就蹲了下来 我当下就想说能够蹲下来也好 结果我才这个链头刚出现而已 他就马上坍缩在地上 又大概两秒钟三秒钟就整个坍平 就动弹不得 确诊为脑中风的郭先生 因为信任林兴隆院长的医术 因此转院至花莲慈祭医院治疗 并且以中西医合疗的方式 希望自己能够快速恢复健康 可以抬起来看看吗 抬高 抬高 倒下来看看 倒下正常 走路看看 来我们走路看看 走路看 可以 可以走 来走回来 走回来 来请坐 你拿碗拿筷子可以 慢慢的 都可以照顾自己 郭先生到花莲慈祭医院就诊时 医疗团队及针对他的状况 规划一连串专属疗程 而这样中西医积极治疗的方式 也确实快速奏效 他刚来的时候 他人是比较不清楚 意识不是很好 右手右脚都不会动 讲话也困难 那目前最简单有效的 就是内生性的干细胞疗法 就是打一种蛋白质药叫ZCSF 血球生长技术 那一般是正常人在打这个针 连打五天 第五天呢 把他的干细胞从周边血 把它抽出来 大概会有至少有两亿个干细胞 去帮助神经的修复 当然本身这个药 ZCSF它可以促进神经生长 所以两个合起来 对我们神经系统的再生就非常重要 但是你只要打了这个药在那里睡觉也没用 所以势必要刺激用内在的或是外在的 那一般的就是复健或是有一点高癌痒让它长快一点 那中医呢 哇 它那个针灸啊 穴位啊 这些来刺激这些神经 那更厉害了 那很快的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合疗 那每一次住院个几天 那中西合疗 它真的还蛮快的 你看它现在可以自己走路啊 也不用做轮椅啊 自己过生活 那刷牙洗脸 到小便啊等等都可以治理 中风的治疗如同跟时间赛跑一般 在急性期时 花蓮慈激医院就安排中医介入治疗 帮病患掌握黄金治疗器 在西医这边 该有的西医处置之外 我们中医其实有些质责 譬如说我们必须 那个凉血活血 我们必须通筋活络 另外如果昆米的话 我们可能就必须给它 醒脑开窍 所以我们的手段有开药 另外当然也有针灸 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治疗的时候 如果是急性期 我们就会很加强式的针灸 急性期的时候 我们如果知道它 譬如说血块堵住 或者是出血的话 我们必须紧急赶快处理 它大脑这边的问题 这是重点 另外如果到了缓解期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比较偏重于 它的那个肢体 把它的经络的通畅与否 而用这样不同的方式 还要顾意它的正气 它的那个体质 然后给予它最适当的处置 中医的针灸 在中风附件方面 也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让患者在复原的道路上 走得更加顺利 基本上我们会给它 蒸个肩颈穴下 好 好 好 接下来 这是后膝穴 好 这个风瓷 接下来我们蒸脚的穴道 齐筋八脉的蒸法 补它的气 现在郭师兄不但生活能自理 说话也非常流畅 从外表看起来 跟健康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是满意自己有在进步 合护的团队到病床来针灸 那一次就第一次出现 脚的大拇指 忽然间会动了 意思说刚才有下了三个穴位 所以针灸对我来讲 很明显就有所遇到 当然配合院长方面 团队方面的那个干细胞 也是都有相辅相产的效果 除了身体的后遗症之外 中风患者也无法避免 心情失落或受振 但只要对自己有信心 不放弃 并且积极配合医疗团队的治疗 相信大多数的患者 都能像郭先生一样 很快重回生活正常轨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